美股走势评论22年4月15日 Todd Butterfield 维克夫 SMI SPY大盘 我们预测下周SPY的Tag指标会读出超卖 并走势终于给了我们买入机会的位置 纳斯达克WWG指数走势显示了同样的迹象 上周二和三Tag指标读出了超卖 我们认为WWG走势要转势 上升 美股BRKB 上周Tag指标读出了超卖 我们预测在短线 Tag指标再一次回落到超卖 我们对BRKB是看涨态度 美国载卷TLT大盘 我们的指数指标没有显示确认的走势信息 并且我们认为目前空仓是最明智的选择 黄金GDX大盘 我们认为在走横盘 我们的策略是等走势回调到36美元的水平左右 我们准备买入 美元UUP大盘 我们预测上周四的价格行为有可能是一个UT Tag指标读出超卖状态53.3 我们认为美元会跌 我们在等待一个做空的机会 谢谢大家